6月20日,武汉大学如期迎来2020年毕业典礼,不同的是,未避免聚集,今年912操场现场只有660名毕业生代表,未能到场的毕业生则通过5G直播与大家云聚落家,他们可在未来三年内申请到校参加一次毕业典礼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早上80起,虽然空降大雨,660名毕业生代表持邀请函,着学位服,佩戴口罩,通过测温,扫健康码后陆续到场就坐。 在典礼上,同学们线上线下互动频频,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参加毕业典礼的热情。 来自武汉大学策绘学院2017级硕士毕业生的张文颖,对当天的场景既熟悉又陌生, 三年前就在这个操场上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过一次本科毕业典礼,而现在能来到现场的只有他一人。 其他同学因为疫情的原因,只能在线上参加云典礼。 三年之前吧,我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雨天,当时我们是有一万多个毕业生一起参加。 今年呢,因为疫情原因,大家可能能够来参加线上的也确实很少, 所以显得这一次的毕业典礼对我而言更加珍贵一些。 其实大家都已经约定好明年或者后年大家一起再来一次。 毕业典礼开始后,武汉大学校党委书记韩靖带领现场全体师生, 向新冠肺炎疫情牺牲劣势和世事同胞默哀。 向新冠肺炎疫情牺牲劣势和世事同胞默哀。 今年这一年其实对武汉人或者对湖北人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。 就是有很多人在今年的冬天中他离世了, 但是我相信在春天我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。 我希望我以后有机会的话也能成为就是义无反顾走进冬天的那个人。 然后我觉得这是武汉大学他给我的最深刻的回忆和 就是在我人生中我能想起来就会闪光的东西吧。 此外,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还宣布明年樱花季, 将选择一天向原恶疑护人员专场开放。 20帅 镇座